花莲县政府为了便利民众扫墓记组 4月4号和4月5号两天 在清明节期间在各个公墓 还有13乡镇市护镇事务所等42个据点 设有福台提供鲜花及矿泉水 还备有干洗手消毒液 还有绑纹液来供民众来使用 花莲县政府为了便利民众扫墓记组 于清明期间在各公墓 以及13乡镇市护镇事务所等42个据点 设有福台提供鲜花以及矿泉水 并备有干洗手消毒液 以及防疫工相亲来使用 换现场其中的表示 清明期间各公墓 以及纳古塔均涌入返乡扫墓民众 目前新冠肺炎疫情有回温的歧视 配合各殡障设施管理单位的防疫规定 并且鼓励分流扫墓或是有少数家族 带领清理墓园 即是全程被打口罩 保持摄料距离请洗手 而在4月4号和4月5号这两天 欢迎并且在42个服务区点 来为相亲服务 好 拿个湿纸巾 好不好 水需要吗 多擦手 多洗手 OK 谢谢 谢谢 好 拿了那个水可以需要 湿纸巾也拿着吧 好不好 多洗洗手 洗擦手 好 好 好 水需要吗 水 水 你好 现在我们提供的鲜花跟水 有需要可以取用吗 好的 谢谢 谢谢 水有需要再过来喔 好 好 好 谢谢 我是觉得说又环保 然后而且对县民来讲 对大家来讲准备上各方面会更同意 对 尤其在这个环境里面 其实提供大家很多的帮助 尤其在防疫上在这个时候 在人群聚集的时候 可以提供有效的防疫 还好 还好 谢谢 2月4号这一天早上 则是陆细乡亲前往公墓 以及纳谷台里进行小墓 同时吉安乡 慈云山 环保职张区 乡亲们带着鲜花 前往这些职张区 来祭祀自己的祖先 欢迎政府办了140年度 签名扫墓 便民服务措施 鲜花以及服务用品 除了有限发文为止 各乡征服务据点公告 在欢迎的网站 脸书粉丝团 以及名称出网站 也欢迎向前上网浏览 记得终于简单的报道